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怎樣認識李小龍 我第一次見到李小龍是高年 我從歐洲安回來布津池 我住在早點 早點門口見到李小龍和他太太 和周文懷和他太太一起 經過周文懷介紹 我第一次認識他是這樣 是去年什麼時候 是去年差不多四五月都沒有時間 當時大家一起聊聊天 以後就認識了之後 有沒有什麼合作和拍片之類 有 後來認識了以後 周文懷找過我拍戲拍冷面虎 冷面虎 後來那些劇品有點不妥 我還不太清楚 聊來聊去還沒有拍戲 大家知道 後來就拿門虎後來就是第二個人家 是 結果是這樣 你在和小龍可以說是年紀 相信都是大家做朋友 你覺得他人是怎樣 他那個人很好 就是這樣 我認識他一年多 我不是時常見到他 我見到他那時候 大家聊得到 他很坦白 很直爽 他有什麼說什麼的 他不是一個工 不是工心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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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大家都很 我也是很 我也是 你也是 你也是可以 口液生化人 我也是有什麼講什麼 大家可以聊得到 他 你知道他的行運很好 跟他做朋友 對我有益處 我不明白的時候 他可以解釋給我聽 這一點 大家在這個感覺上 他為人都很率直 這次大家知道 他不幸就這樣去世了 很突然間 幸好人家感到很難過 自己感受一下 我當然是覺得很難過 我認識他 很難過 我失了一個朋友 第二點 我很難過 我覺得他是為中國人爭光 是嗎 他不幸過世 我想對中國人說 我們是很大的損失 我跟你說得 在這裡我想 幫你聊一下 近來有很多傳說 你也知道有很多諧言諧語 都是講有關於小龍去世 和你之間的牽涉的關係 他對你很不理 在這方面看法 我記得可以 這一次啊 這很不幸的死了 過世了 當然我覺得很難過 發門都顧不到個世 那外間對我很多謠言 對我誤解 這我已經想著 不想做任何的解釋 因為我覺得解釋多了也沒有用 而且我相信總有一天 事情可以水落石出 謝謝你 謝謝你